加拿大影子内阁国际权力与宗教自由部长斯维特和国会议员赵景荣等约80位联邦议员 近日联名要求政府实施马格尼茨基法制裁侵犯人权的中共官员 据明慧网报道 21年来已有4544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这只是法轮功学员被虐杀的冰山一角 斯维特说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令人发指 马格尼茨基法赋予政府制裁外国腐败官员的权利 他们认为尽快制裁中共官员有助于制止人权暴行 另外前移民部长亚省省长康尼 7月20号在省府网站上也发表声明 谴责对法轮功的迫害 声明中说我们追思为了信仰自由而失去生命的受难者 我们敬仰亿万法轮功修炼者的坚强和勇气 他们依然受着迫害 依然直面威胁 新唐人加拿大记者站采访报道